本期视频我将教大家如何在snapc中更好地处理建筑类的照片 将其打造成光影层次丰富更具质感的高级灰漫门建筑照片 不要走开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影像派 我是影像军阿文 我们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类很特别很耐看的黑白建筑摄影照片 他们多半都有这样的共同点 第一建筑物的光影丰富充满金属般的光泽与质感 第二在长曝光的作用下天空云彩丝滑般细腻流畅 照片整体给人以静谧深远速度等视觉享受 今天影像群便来教大家如何在手机上用snapc轻松打造这样的高级灰漫门建筑照片 好我们开始吧 我们修图的整体思路是先对照片进行黑白处理 然后用画笔工具对建筑物进行光影方面的重构与加强 最后再叠加一张漫门下的天空云彩素材 首先我们进入黑白工具 这里选对比 这样可以使建筑物与天空的对比度更高 由于后期我们要叠加一张天空云彩素材 因此我要选择一个天空最亮的通道 这里我选择蓝色通道 可以看到蓝色通道的天空细节是最少的 好的打勾 接着进入画笔工具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曝光度画笔 分别对每一座建筑进行光影重构 我们先加强建筑物的受光部分 我们用最高的曝光度画笔 对建筑物的受光面进行涂抹 这些受光面必须是符合光源的照射方向 和建筑物本来就有的一个明暗关系 接着我们对建筑物的背光的部分进行减曝光 从而加强其光影对比 好的 左侧的这座建筑我们已经基本完成 现在我们来处理右边的这座建筑 在用画笔涂抹的时候 我们可以尽量的缩小照片 这样我们的画笔就会增大 抹抹起来也比较均匀 天空过曝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都会还要对天空进行处理 接着我们来处理上方的这座塔 同样用最高的曝光度画笔 我们先对塔顶用较高的曝光度画笔进行涂抹 接着我们用降0.3的曝光值 对塔的右侧这一部分进行减光 当然天空部分是我们不需要加暗的 所以我们先把天空擦掉 接下来我们使用曝光度画笔 对天空进行加曝光 这一步的目的主要是让天空尽可能的丢失细节 以便我们等会进行天空的云彩叠加 这一步我们进行大致的涂抹就行 不用很细致因为最后我们叠加云彩素材之后 我们还要进行处理 好的OK 接下来利用双重曝光 叠加一张天空云彩素材 点双重曝光 添加一张我已经准备好的云彩素材 混合模式选择调按 我们稍微放大一下云彩素材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方向旋转一下 好的OK 我们返回图层利用蒙版工具 将我们添加的云彩天空擦除出来 我们先大致将天空擦除出来 天空与建筑物交界的部分 我们等会可以放到图片进行的更细致的修饰 好的我们点开右下角的小眼睛 放大图片 对建筑物的边缘进行调整 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双重曝光的流量 对建筑物的边缘进行涂抹 使其过度的更加自然 好的上方这座建筑也是 接着我们点亮小眼睛 然后将双重曝光值减至零 做更细腻的处理 另外有一些天空越界的部分没有关系 只要天空的云彩跟建筑物的交界 不至于太生硬就OK 上方这座建筑物的交界还有背光部分 我们还可以继续使用画笔工具进行点曝光 好的整体的光影效果我们已经处理好了 最后为了让天空的云彩看起来更加的细腻顺滑 我们要对天空部分进行剪结构 点突出细节 然后点剪结构 OK 然后返回图层 用蒙版工具将天空擦除出来 OK 然后我们对建筑物部分进行加结构 还有增加一点锐化 突出建筑物的细节 加一点结构 加一点点锐化 OK 同样利用蒙版工具将作用区域擦除出来 OK 这就是我们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对比 这是调整前 这是调整后 我们调整后的效果跟我们在拍摄时 使用滤镜加三脚架进行长曝光的效果是很相似的 好的 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为我点赞转发和收藏哦 更多摄影干货尽在影像派 关注影像派一起感受影像的魅力与精彩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